香港的女王杯 近年一直都跟杜拜世界杯赛马日的赛奇接轨 那些以欧洲为基地 揭冬之后转战杜拜 然后再来香港竞逐女王杯的马匹 体力仍然很充沛 2001年的星敏来 2008年的雕塑家 以及2009年的白威胜 胜出女王杯的时候 状态正处于高峰期 相对而言 香港的赛区远征杜拜的时候 往往已经跑了大半轨 再加上远程旅途的周居奴顿 回到香港出战女王杯 就算有主场之利 都未必可以跑出本身最高水准 好像爪王铃鱼 爆冷这些出色的马王 由杜拜回港跑女王杯 都只是能够跑入为止 今届的女王杯赛时 其中一匹马上个月刚刚跑完杜拜的赛事 它就是威尔顿 计算这一场赛事 半年之内已经是第八场赛事上阵了 如果它的状态处于巅峰水准 相信都是今场赛事的擂台等 但骑斯莫雷拉不太肯定这匹马 能否恢复到巅峰水准 威尔顿刚刚三月去了杜拜跑司马经典赛 结果那场赛事报处比较慢 加上是2400米 对来说经验也比较少 最后跑第四 其实成绩也不差 今次约翰摩尔 肯再派出来跑女王杯 这次应该是有一定的把握 威尔顿去沿杜拜回来 究竟他的战斗能力会不会打折扣呢 当然要赛后才知道 但现在好像有些想当然 都会打折扣挂 有些这样的担心 我跟那猴子 我回到洗澡水准 我看到他被拆掉了 他都不错 然后George和我的组织 都回到冠军坡 我们放了很多沙滴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沙滴 之后我们做了 然后他做了好 他已经在冠军中 两个月 就过两个月 他做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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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1,000 1,060磷了 他可能会出现 1,060-1,070磷 是正确的 他做了好 我感到很高兴 从他回到香港 从他回到香港 但是这次回来,再由杜派回来,我们只看神操的经验 就觉得他都没有以往那么胀 有时马就算他的体重是减了也好 我们的神操客看下去,那只马如果充满劲力的话 都会给你一种很胀的,真的感觉 那是状态的感觉 但是我们最近在神操看到威尔顿,就不太脏身 所以这方面,我也有担心,他真的会再打这些折扣 Rome, we all know from past experience, from Viva, Batacca and everything that he will, you know, will not in all probability be at his 100% best as I said to a lot of press, they're a little bit flat, you know, a little bit tired after these trips so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he's not going to be 100% perfect on the weekend but I'm sure, judging from what I'm looking at day by day, his improvement is very quick he's still going to run a very big race 我总是觉得,莫雷拉骑这个威尔顿 他硬是没有背拖尾令我这么放心 因为我认识中的威尔顿,他真的在700米那里 就要开始力骑,一直骑到转弯之前 就已经咬了上前面那些领先马那里 都是两三个马位的距离 然后直路再回一回起,就会再冲上来赢 每一次,当他一发力,在转弯那里虽然撕位 但他追到上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 但是莫雷拉,虽然他也知道这马是怎么跑 当然,他骑得很熟 他也是在那里发力 但他有时,追着追着 或者迟了点,那么多的法力 因为在法力的时候,他不是很猛 这些师傅级,他少少少慢慢追的时候 总是转弯入直路的时候,距离的放头马是转弯了一点 令到每一次赢得上来,真的好像很惊险 军事出击在2013年,赢过外比女王杯 而上一届他只是输给威尔顿跑第二 说赛职,可以说一点都不失礼 对,他去年就转征杜拜,参战杜拜世界杯 隔了一个月后,就回到香港参战女王杯 只是以一条颈位之差,紧输给当时以日代楼的威尔顿 像你所说,赛职一点都不失礼 而今季军事出击,转头去放家拍马房 接收拍马王,部署上当然要小心翼翼 状态不好的时候,甚至乎不出赛 上一场香港金杯,跑第四,好像有点失望 但是,正因为他输了才不去远征,以日代楼留回香港 另外,数据方面他都挺准的 他在方家拍马房,参战了四次 总共是拿到一冠两牙,一个第四名 基本上,场场赛事都有奖金分 看看今次的女王杯,他可不可以交到更好的成绩 在女王杯的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冠军马 是2010年的鲍冷 当时他已经八岁,而鲍冷在他五岁的时候 首度胜出女王杯 期间的两年赛事,鲍冷虽然赢不到 但都分别跑第三和第二名 另外,他也在2011年以九岁高龄再跑这一项大赛 结果都得到第五名,可以说是女王杯赛事的长青鼠 至于现时的军事出击,可不可以比美爆冷呢? 既有先例,就证明顶级好马步入中年 只要保养得宜,仍然可以在国际赛事影响大局 方家拍很明显,众所周知他的马保养得特别好 所谓保养就是我们说 他的马能够恢复体力 他这一件事真的很高明 很担心,过来方仔马房 能否跑得这么好 但结果在季初阶段 很多朋友都跌了眼镜 前一阵的马,真的体重完全不同 结果跑也不能跑得 但最近这一马又很厉害 再试一下杂,又见他似无似样 我最近试一下,他已经有很好的试一下 他已经有很好的反应 所以我感觉他现在的姿势是正在乘的地方 因为你试一下,中规也是试一下 他又不是很辛苦地跑 而是这样移动一下,他也要有反应 除非他要大力打,又踢,才有反应 你只是擔心 那大閘 你看不到它有什麼特別不妥 起碼比早一排 它是正常的很多 這隻馬 你不要忘記它 真是厲害的馬 有時 它在神騷 騷給你看 可能只有八成多 九成都不到 但是出去跑的時候 那些馬很有奮鬥心 就已經交出超過九成的水準 軍事出擊 模擬都是一種這樣的馬 以往我也見過 咦 馬馬地了 原來出去跑 一樣那麼好 不過這次 我相信你見到它還是不錯 但是我想 加上它的年紀 加上它都用了那麼多 它也未必會跑得回十足水準 莎拉 你看不記得哪一批日本馬力贏的女王杯 早點的話 就有2002和2003年連人兩屆的榮進補題 近點的話 就是2012年的統治地位 其實日本馬來香港參戰女王杯的數目就不多 過往一共有10匹馬 除了剛才提過的三屆頭馬之外 還有愛麗數碼和賞月 這幾匹馬都可以入到前三 似乎日本馬在香港女王杯的賞名比率都挺高的 而今屆也有一匹日本馬參賽 就是蓮馬斯藤原英超訓練的善德福 這匹馬和上屆來香港參賽的神威啟示同主 雖然對比起賞月又或者統治地位的賽職 好像級數碼那麼好 在日本只贏過三級賽 二級賽上名 而一級賽的經驗也相對較少 只有去年在一個二千堅里三歲馬賽事跑第五名而已 看一看善德福 雖然他都挺顛覆的 四歲馬 就是很當打的 但是他似乎沒有 日本馬來香港跑得好的馬 我覺得沒有那種聲味 所以不是那些日本升級的馬 我這樣來香港跑 就不是容易贏的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跑過的 就是看他那些賽事中的紀錄 他似乎在1800是他的最佳路程 那些1800以上 或者會打少許折扣 我們暫時看到他 都是屬於正常 就不是有什麼驚驚青青 又不是覺得他瘦了 就是沒有這樣的現場 相信也是OK的 另外一匹的外隊馬 就是法國的代表列日當空 相信很多馬就都聽過他的名字 雖然未在香港參戰過 但是去年轉播的新韓國際杯裡 他有份跑 當時就跑輸給花月春風跑過第二 但是他跑贏軍事出擊 既然去年在新加坡 跑第二成績那麼好 也都證明他適應了亞洲氣候 今年的部署看來都是一樣的 今季四月 復出了跑那一場二級賽 當時雖然只是跑第八 但是正好為今次的遠征 做了一個很好的熱身 這一天當空他也是六歲馬 六歲馬現在跑的長度來說 其實還是很當打的 但是你看回他的表現 他又不算是一隻很一級很厲害的馬 只不過是OK的 當然歐洲馬 或者我們來香港 跑的長的路程 或者你會計算他高一點 但是另一方面 你也要懷疑這隻馬 我覺得他的演出水準 不算是很恆常那種馬 變成他可能會受到一些 外邊的環境會影響到 令他的演出力會打折扣 所以他能不能夠交出 最高的水準 你也要懷疑 這次女王杯 我覺得最強的外隊馬 就是無犯區 因為有很多很多資料 證明他會比以前更好的 起碼近跡大家看到 以及這馬的身形體態 比以前飽滿 一隻這麼當打的馬 我相信他會有進一步的表現 至於港隊方面 我們認為將男比較穩健 因為他跟香港最強的馬 他的能力相差都是這麼輕微的 這次他以日代勞 功夫做足 這隻馬 真是一隻很靠得住很忠心的馬 我相信他會是港隊跑得最好的 軍事出擊 這匹馬這次也算是有些以日代勞 神操看到他也回到 也有八八九 還希望他在賽事中再跑得更好 所以我認為他這次是我心目中的黑馬 今年的女王杯 也有前導冠軍 更加有新進的當打分子 力真更上一層樓 去爭取這場高水準的賽事 阿佳 今屆女王杯 你有甚麼心髓可以分享一下 澳洲代表 無犯區 希斯以前在香港練馬 曾經憑姓威王 在女王杯跑過兩次第二 這篇未贏過 今年派出這麼健身的馬來參賽 看來有心一完美夢 主隊方面 軍事出擊 今年始終沒有去完政 留回香港 以日代勞 有信心跑出好好的水準 看看是不是阿佳講的幾隻 總之能夠力退強敵登上冠軍寶座 就會成為這場賽事最顯赫的焦點 4月26日 愛比女王杯見 拜拜 好 好